大家好我是班达车 欢迎收看把你当关在关键版445的牛仔 之后发明到病患杂技前锋牛仔 这阵容打爱哭鬼 这阵容打爱哭鬼 你看似这套阵容感觉每个人都蛮厉害的 有没有 但是呢 这种打爱哭鬼 我觉得非常多的隐患 有非常多的隐患 这边完了 这杂技前期第一跳失误了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白给刀 这一刀打上爱哭鬼这边带的是一个闪 如果火拉不到交闪击倒 我觉得对于爱哭鬼来讲都是个宝贝真胜 你除非牛仔前锋真有神发挥 特别是牛仔我觉得很难爱情 前锋想在爱哭鬼面前发挥起来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紫火了 杂技这边跳球 角度上没来讲 位置上没来讲 不是特别好跳啊 这边 苗苗苗 火有没有 这边紫火 风拉加速跟上来 你这边没有球可以跳了吧 我加速跟上来 野刀飞轮 呦 是个飞轮 那还行 逼出一个闪现了呀 不对 这边逼不出闪现 焦土球好像也就这样了 那闪过去 有火 想省这个闪 确实可以省这个闪 为什么呢 这套阵容 他如果省下这个 闪现的话 容错率就很高了 就这个杂技肯定是活不了的 前锋预判撞 一刀打仗 好的 那结束了 这波打仗 艾枯鬼只需要干嘛呢 他要去逼前锋一波球 要防前锋的一个撞就 这边前锋再来一波预判撞 天 我这边觉得他刚才其实滑板 以后不要去挂人 他去追这个前锋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但凡能把这个前锋给摁了 就直接赢了 因为这刀白打的嘛 这杂技一十八回就起不来 你焦滑板 即便不能击倒这个前锋 你这边把这前锋的球给逼了 也是一件好事啊 前锋这边翻箱子 牛仔这边过来准备救人 还行吧 也是还是爱哭鬼的一个优势 还是爱哭鬼的一个优势 人挂上 这边的话两个人补状态 但时间上边来准应该是来不及的 牛仔来救人 我们看牛仔这边的话是个单弹 小皮边甩起来 直接远远的勾下来嘛 这边爱哭鬼应该是拦住 我不让你勾 滑板加速顶出来 你勾 勾爱哭鬼身位靠近 然后走位拉 还要再拖时间 这爱哭鬼不能忍了 爱哭鬼不能忍了 你这 对吧 勾过来不救人 还要再给我拖时间 我哪有这个时间给你拖 有没有火 有没有机会能拉一朵火 减速 减上 一刀 好呀 镜头给到牛仔 镜头给到牛仔 这边的话牛仔似乎没有什么想法 前锋这边想来搞一手吗 前锋 球不够多 这个前锋我觉得他可以撞救 但他没有必要去撞宝 可以撞救 不要撞宝 这个球的量不够 你再撞宝 万一没打到 这个人没了 这个局 本来好不容易打回来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 这边这个球量不够撞救 我是真觉得撞救会比较好一点 我是真觉得撞救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要看前锋 前锋这边是个单弹 他有没有薄命 他有薄命撞救真的蛮好 没薄命的话呢 没薄命你更要撞救了 假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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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朵火七秒钟 牛仔这边的一个机子是肯定亮不了的 所以机子还是不够 这边即便是能够救下来 真能救下来 我觉得也就这样了 真能救下来的话 我们看牛仔的机子差了50% 前锋手里面不到四分之一的球 要保护这杂机 这局其实对于球者来讲 还是蛮难打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球者打得这么好了 也就这样了 一个拉火 没拉住 这边前锋还想来搞事 闪现前 那爱狐鬼的话呢 我觉得他打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其实如果打的凶一点 不要让前锋第一波 有这个撞下来的机会的话 爱狐鬼这把迎面非常非常大的 这时候再切成传送 把板过去打密码机 这边的话差不多能量 能量牛仔 这边有小皮边 秒记点亮那一瞬间有加速 还行吧 拖一拖 80秒的传送 这边有地窖 你还别说 这个门如果真能开了 445 有没有机会能跳个地窖 那应该是平 那应该是平 这局核心可惜的点 在爱狐鬼这边的话 就是内波被前锋撞下 内波不是被前锋 因为内波 他上来白打一刀 前锋 在我的视角就已经赢了 因为你要在前锋其实不太好 就他只有撞救 你防止他的撞救就可以 或者把球逼掉也可以 这个时候的 只要前锋救不下人来 你要牛仔再过来 就时间就已经晚了 这个人可能就过半了 一面很大的 但很可惜啊 就是内波被前锋撞下来 把这些时间一拖牛仔过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